在介紹這個版本紀錄也是只有教育版Pro的才有功能 因為有時候你應該會發現不小心檔案編輯弄錯了有沒有可能 因為舊愛才是罪名有沒有 怎麼樣去找到你的舊愛 它有版本紀錄 所以你可以還原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剛剛做的 你看檔案這邊有沒有找到版本紀錄 你知道後面有皇冠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它按下去 所以各位老師有沒有感覺到這樣你比較不用害怕 我的檔案不見 那當然這個方式跟我們Google文件是一樣的道理 Google文件也有 所以你可以隨時找到以前做的更新 那麼你看我們今天因為還蠻單純的 點到它 你看 32分鐘之前還是長這樣子 32分鐘之後長得像這樣子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如果你確定要這個版本 我就可以直接回到這個版本來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建立副本 因為你不想要覆蓋過去 有些時候是我們只是要找資料 並不是要完全復原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等同複製一份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雖然它這種功能不算非常的強大 大概看不太出來 它是哪裡改變 可是呢 至少這種基本的版本管理的部分它還有 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好 那接著我們往下看一下 那你覺得簡報就只能這樣嗎 剛剛我們在做的叫做設計簡報 對不對 製作簡報 可是 你看我們遠距的時候 現場的時候 有些時候是不是會需要說 同學 我們開放大概五分鐘 讓大家討論練習一下 請問老師你要怎麼計時 現在看這裡都看不到你不覺得嗎 對不對 不然你要瞄一下 在哪裡 這樣有點麻煩 所以怎麼辦 我用這個 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 標準的 那我們現在就讓大家討論 一分鐘好了 有沒有開始了 你有感覺我剛剛有托完一個按鍵嗎 有沒有 那我給你兩分鐘可以嗎 呵呵呵 你知道我按鍵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分鐘 有沒有 那如果 欸 同學 現在好吵喔 來 看下面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在這裡 現在好吵的話 就給它 噓噓噓噓噓 這樣可以嗎 同學安靜一點 有沒有 呵呵呵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快速鍵 嗯 欸 同學我們時間到了喔 欸 很不錯 我就給你拍拍手 或者你要掌聲都可以 欸 掌聲 這個 哇 是不是可以做複動 這是最基本的 那你用完 就把 骨就可以收起來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一班 沒救了 哇 呵呵 走人 呵呵 這樣可以嗎 呵呵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尤其 像我們剛剛這個 可以鼓鼓掌啊 然後如果 欸 待會呢 四點半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盤關起來 呵呵 但是不要說我會抓走 沒人留在這裡好不好 再見 來咧 有沒有 所以其實 我還蠻喜歡像他這樣子 就是 不會很複雜 但是呢 又能夠達到一個複動的效果 實際上他除了這個以外 也可以 直接怎麼樣 複動提問 欸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教學現場 我們要跟同學做問答 那你要他舉手 我不要啊 我要全班一起回答 可不可以 可以耶 欸 他也有這種Live的提問 不過我想這個老師用的比較少 因為 學校好像有買那個觸名 有嗎 那個APP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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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ower裡面也有類似的功能 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就是可能大家用的比較少 好 所以我想那個我就先 先不要講太多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 一樣 有超連結 你就到我的文章稍微看一下 這樣OK 所以我把剛剛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如果你要有剛剛提到的這個複動的話 請記得它的限制就是你必須要進入到展示簡報 好 你如果不在展示簡報 但是在編輯模式下 你按快速鍵就沒有用 就是要進到這個模式 展示簡報 那麼你滑鼠移到下面來 你就會看到我剛剛講的功能在這裡 這樣給了解 好